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如今王和帝 吴磊这些救护生强势来袭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肖战 杨阳 诚意 龚俊 李宪这批九龄生 这个年龄多少出了不少帅哥呢 而且近年有不少新窗户的男星都是九龄生 像是最近死层浪漫魏哲明 还有柳州记的张万一和四方管的谭间四 都是 最近网友也热议起你心中颜值最高陆距九龄生 怕不识 一起来看看吧 望平你心中颜值最高陆距九龄生 她不识 张以兴 张以兴拿下第十名 过去张以兴在团体XO中颜值就颇为抽中 她的五官和谐温柔 属于越看越帅的那看行 再加上小绵羊般的软萌气质 迷倒万千少女呀 张以兴作为偶像出道 在离开团体后积极转型演员 她没有选择古装偶像剧 甜宠剧 这种容易获得关注的类型 而是选择有制作规模的电视剧 像是都市情感剧 相逢时节 警匪剧 扫黑风暴 还有古装历史剧 大明风华 她愿意在一批老戏谷中演配角 这也证明了她的努力 望拼 你心中颜值最高 录剧就铃声 TOP9 张婉毅 张婉毅凭借古装剧长相思窜起 其实在长相思第一季热播的时候 很多观众都在攻击张婉毅的长相 觉得她长得不好看 或许和肖战洋洋这种美男比 张婉毅确实比较没有优势 但也有一派网友觉得张婉毅 属于耐看行的中式帅哥 张婉毅武官单看没有特别亮眼 但结合起来却十分和谐 她不是第一眼美男 但却是越看越帅的类型 张婉毅目前的代播剧也都是古装剧 合作人命的锦绣安宁 以及搭档景天的四景 也都是大家期待的古装剧 望拼你心中颜值最高 录剧就铃声 TOP8 韩东军 韩东军是一位被埋没的帅哥 当初韩东军签约谈人影视 凭着热门网络剧无心法师窜起 本来前景一片光明 无奈津津津公司太拖胯 后续主演的仙剑云之凡 重返二十岁 极速青春都是低评价烂剧 而陆剧新生代男演员辈出 如今韩东军的开位就显得有点不上不下 其实韩东军真的蛮帅的 他的眉眼深邃 五官立体 是所谓的浓烟系长相 在时装剧装腔起事录中 好多人都称赞韩东军素杆满满 有种成熟男人的韵味 还有点坏坏的邪气 义正义鞋确实帅 望凭你心中颜值最高 陆剧90声TOP7黄景瑜 肖战杨杨杨这些90后顶流小声 都是走比较美型的路线 而黄景瑜完全相反 他走硬汉男人为路线 当初第一部剧上瘾就让黄景瑜爆红 并且凭着硬汉小声的形象 在演员圈站稳脚跟 和他同类型的男演员少之又少 光露五官的话 黄景瑜也是帅的 他的眉眼含有阴气 鼻梁又高挺 再加上自身气质加成 让黄景瑜完美贴合警察 军官 消防员这种男人味十足的角色 在他从火光中走来 罚罪 网牌部队都能让观众感受到魅力 望凭你心中颜值最高 陆剧90声TOP6 谭剑刺 谭剑刺自长相思与裂作图剑 这两部剧后就顺利走热 他是大家公认90后演技很好的一位男星 谭剑刺在裂作图剑 长相思的演技都让大家惊喜 他虽然有流量演员的人气 但同时有实力派的演技 谭剑刺主演的角色跨度非常大 演得了精品历史剧 也演得了悬疑行侦剧 他的台词基本功 演技感染力都非常强 而且颜值也挺高的 谭剑刺的五官比较柔美 在很想很想你这类现代甜蟲剧 或许优势不大 但一穿上古装完全是神眼 像是长相思这种仙气飘飘的长发造型 特别能展现谭剑刺的俊美 谭剑刺在孝奥剧和古装剧的帅度真的差蛮多的 他装古装帅得更突出 望平你心中颜值最高 陆剧九龄升 TOP5 龚俊 龚俊拿下第五名 龚俊是大家公认非常帅的一位九龄升 他也时常入选各种颜值榜单 龚俊的古像立体分明 五官最 五官量感重 那一双眼睛看起来特别柔情 还是人畜无害的狗狗像 属于一眼望过去就会注意到他的帅哥 当初一部山河令 将龚俊捧着流量男神 他在剧中饰演的温克星 既妖美又霸气 但同时龚俊又一双狗狗眼 让他多了点无辜的感觉 去年龚俊下午剧在维安尼峰区 又上演各式西装纱 虽然近年龚俊和迪丽热巴推出的《安乐传》 搭当杨幂的《狐牙小红娘》月红片 都因剧情人设受争议 但无论古装还是时装 龚俊都帅得没有争议 网平你心中颜值最高 陆菊九龄生 Top4 白静庭 白静庭也是一位颜值很高的九龄后陆菊男星 大家都觉得白静庭穿时装时很有校草的感觉 他有一双无辜的狗狗眼 气质清新 性格温柔 又有高智商 白静庭的颜值真的可以带入一堆校园文男主角 难得的是白静庭不盲目追求流量 今年他转的你是我的城市营类 开端 清清日常 长风度 拿来北网 通通都开出高热度 也几乎都是好评佳作 且题材类型完全不一样 白静庭有颜值又演技还低调 是不少路人都很有好感的男演员 虽然今年白静庭因春晚上春山事件路人员受影响 但接下来和张若男的男虎预告一出 还是让不少网友直呼白静庭狠贴男主桑言的 两人的CP感也让大家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网聘你心中颜值最高 陆聚就零声 Top3 陆寒 陆寒超越了白静庭 龚俊等人拿下第三名 大家对陆寒的颜值还是念念不忘啊 当年陆寒推出XO 夹带高人气回中国发展 那几年陆寒可以说是影视综艺 全方面开化 他和杨阳 李一峰 吴亦凡并列为四大流量 陆寒巅峰时期的颜值确实非常高 陆寒的长相非常精致 他有一双小鹿般的眼睛 鼻子和嘴巴小巧 他甚至比很多女生长得都要美 五官真的无懈可忌 就是可惜 今年陆寒越来越佛系 基本上进入半退休状态 很傻拍新戏 只有偶尔才在综艺上露了脸 网聘你心中颜值最高陆聚90生 Top2 肖战 肖战2019年以陈情令抱护成顶流男神 其实早在陈情令以前 一部冷门网剧 哦 我的皇帝陛下 就有人注意到肖战的颜值 当时肖战还是男配角呢 肖战真正是长得非常帅 笑起来治愈温柔 一双眼睛就像会说话一样 去年在玉古瑶 实验孤高清冷的空丧世子石影 大家都不得不感叹 肖战实在太鲜了 气质清冷绝尘 温文儒雅 丰富画中仙人一般 无论穿古装还是实装 都是妥妥的大帅哥 这长相不火真的没天理啊 肖战也时常入选 各种和颜值有关的榜单 最帅古装男神 全球百大帅哥 肖战都经常榜上有名 而且向外网评选的 全球百大帅哥榜单中 肖战好几次都是 中国区最高名次 真的是当着无愧的 零死角帅哥 旺平你心中 研制最高的陆距90升 Top1 杨阳 拿下冠军的是杨阳 杨阳的脸 真的让大家十分服气 当初一步微微笑很清诚 让杨阳抱护成顶级男神 而后续的你是我的荣耀 杨阳同样摔出新高度 杨阳真的很像小说里 走出来的笑草 有多少人看小说时 都是带入杨阳的眼呢 杨阳的五官不太有攻击性 眼睛长得很漂亮 鼻梁修长 嘴唇薄厚适中 不笑时自带一种高冷感 笑起来时又无比勾人 真正是微微笑很清诚 肖战和杨阳 同为1991年出生的陆距男神 两人也被公认是90后 最高颜值的两位男星 帅度不相上下 好了 看完一项网评 你心中研制最高 陆距90升 Top10 你心中研制最高的90小升是谁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